大名茶餐廳就位於新旺角廣場,已經很久了,很多人都吃過了 但他一般的留言都不太好,究竟是不是真的呢?其實真的要親自去試試才知道 在省日一週,我會在星期四星期五介紹西人超市唐人超市的特別特價 我亦會不定期介紹一些餐廳和生活的小資訊 喜歡高達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我的模型頻道,快齊高達 請你們訂閱、點讚、留言、分享給你的朋友 早上9點鬆一點,人數都不太多,還有很多空桌位置 其實早餐真的挺划算的,早上7點就有 很少店舖,早上這麼早就開門了 如果你真的喜歡很早出來吃早餐,這個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看看價錢真的挺實貴的 估物論他好不好吃先 我們先看看價錢 一個牛油多士、奶醬多之類的499 連上杯飲品 五元雞,香港都吃不到 另外,三文治 兩種送的三文治 都是699,這個價錢是相當划算的 有油多、湯麵、湯粉 價錢算是挺好的 他有一個叫做大明大健早餐 真的什麼東西都有 雙蛋、腸仔、火腿、薯餅、鮮果 他很喜歡加些鮮果或者有些西式的食物給你 就算是午餐或者是晚餐都有些這樣的食物 那麼,好不好吃呢 另外見仁見智 但是1999這個價錢呢 我會選擇其他食物 還有一些火腿、腸仔、煎雙蛋 這些很正常 炸菜、雞絲、湯麵、鹹牛肉、煎蛋 油多 湯麵、鹹牛肉、煎蛋 還有一塊油多 899算是挺好的 另外,煮沙爹、牛肉湯米、火腿、炒蛋 油多 這個也是相當不錯 9.25元 那麼,基本上 如果有三樣東西給你 加上茶 那9元雞 真的算便宜 低到也未必吃到 那當然了 你要一些西式的香煎 黃牛扒 或者香煎豬扒 香煎雞扒 1999這個價錢呢 比起其他做餐貴 但是比起其他外面 算便宜 我就叫了口餐 沙爹、牛米和火腿炒蛋 看看火腿炒蛋 炒成了一碟 讓多士 多士的牛肉都不少 就不只是丁丁,看看炒蛋 火腿炒蛋方面,火腿丝也不少 蛋也是差不多份量,不会太小 但就比较油一点,可能因为油炒起来就方便一点 同一个餐,有一个沙爹牛米 沙爹汁看起来都OK 你说是否很稠,不是稀稀的 混合在汤上,牛肉也是炒牛,不是肥牛 所以看起来是OK的样子 吃到一米线也不差,不会太软 牛肉也挺软,有得烂 味道也不错,不差的沙爹味 沙爹汤底的颜色也不是很浅 只有一点油,不会油腾腾也OK 接着是餐肉通粉,五餐肉也不薄 一块也很厚,其他一块也OK 另外多士,这里是两份,减一半就可以了 牛油也差不多 至于通芯粉,不会煮得软,也不会硬 软硬程度是适中的 总括来说,汤也不差,所以这个早餐都挺好吃 给钱了,餐肉通 加多士, 一杯飲料是7元 火腿通也是一样7元 沙爹偶米加火腿煎蛋,和飲料 9.25元,加26.3元 價钱算OK,3个人吃點位上来也是 連水都是8.9元 所以不差 還有特別 如果你吃滿25元 他居然送一張券給你 其實這就是大明咒的開始 只要你在 限定期內 消費滿40元 你就可以免費獲得 金牌焗港式 豬扒意粉 你吃滿了 他再送 你再吃 他再送 你再吃 他再送 我就是這樣不知覺地 跌入這個輪迴 唉 請大家繼續留意 大明茶餐廳的第二集 在這次經驗來說 大明茶餐廳吃的早餐 都不是差的 起碼價錢來說 你5元已經又有食 又有飲 加湯麵 都是6元 7元 你要豪華一點 9元已經完成 所以價錢 真的很值得 但是 好不好吃呢 這次我就覺得不差 究竟其他晚飯 或者午餐會怎樣 我下次再跟你說 我是坑家人 下次跟你再聊 好了 這條片就到這裡 請大家訂閱 點讚 留言 分享給你的朋友 就是這樣 下次再見 拜拜